田亮基因太强大,分别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就获得亮相铜牌,太大了田亮大家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,除了现在娱乐圈中有着不错的人气的明星之外,曾经还是让世界瞩目的跳水运动员,多次获得世界冠军,在跳水纪录上,保持着非常优秀的成绩,是国人的骄傲,而作为国家运动员的子女, 田亮的女儿同样有着非常优秀的运动基因,就在刚刚田亮在微博晒出喜讯,分别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就获得两枚铜牌,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,田亮微博说道,第一次来参加世界比赛,标枪AMP,跑步都拿到了铜牌的好成绩,分别,跳水不考虑一下吗? 并是晒出森蝶在领奖台上领奖的照片,非常惊艳,作为世界冠军的子女,森蝶真的超给力的,不过从田亮的微博中可以了解到,森蝶互奖的两个项目,不是田亮的跳水,而是标枪和跑步,这倒是让不少网友粉丝觉得有点点小意外的, 看到森蝶的成绩,难怪田亮问森蝶要不要考虑下跳水,哈哈哈哈,对于森蝶大家都非常熟悉,曾经因为参加爸爸去哪儿综艺节目被观众熟知,在节目中的表现更是圈粉无数,看过这个综艺节目的都知道,森蝶还有一个称号,那就是风一般的女子,经常看到她本来跑去的, 作为运动员的子女,基因是可以遗传的,不得不佩服田亮强大的基因,才能有如此风一般的女儿,其实,作为运动的孩子,可能身上都有一种被观众莫名的期待的感觉,因为很多运动员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也是个出色的运动员,大家都知道,参加爸爸去哪儿综艺节目的世界冠军,除了田亮之外,还有杨威, 其实,杨威的儿子杨洋洋也同样在很小的时候,就被期待成为优秀的运动员,杨威让杨洋洋练起体操,而且杨洋洋也非常努力地想像爸爸一样取得不错的成绩,毕竟是作为世界冠军的儿子,所以身上的期待总觉得比较重,据说杨洋洋也参加过世界大赛,也取得了不错的排名成绩,只能说运动员的孩子们,都太强大了, 为他们点赞 仍然可以来尽力地我感到会尽力地使用来尽力地使用来尽力地赞 那是一种深运行而言之一样的池乐,我们可以消失了军员的这种池乐和菩蝦之西方的坦状态确, 我们自然之间来尽力地缴架运动员的孩子们,总和其关一路row有一个缴军员的孩子们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